大家好 欢迎回到肥宅的频道 走了成去终于回到香港了 今次出开去就让我看到一些香港不太常见的BB战士系列 听师兄说大家都有兴趣玩回旧那一批 有些款式文说就被人炒得很厉害 只不过我真的不熟悉 单纯我觉得合眼圆和哪一份小 我又觉得挺有趣的 那就买了回来 在片尾的时候就会说怎样送和送什么款式 这个月的新款和BB加上都有不少款式 而且3月的时候BANDAI也公布了不少新东西的资料 今次就会跟大家一次过看完 一直以来我的影片都说得偏急和快 今次就试一些新东西 讲慢一点 看看大家觉得哪个版本听得舒服一点 首先讲了正常发售的商品 MG最似高达Version Car 虽然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款挺有趣的 首先它的核心剪机就跟着动画有一个Jerk的形态 就和以前正正方方的设计不再一样 如何把它放在腰上 而又可以不影响可动呢 我其实是挺期待的 它本身有两个不同的形态 官方也公布了设计方便在Cycroframe和灰实色之间的拆件转换 但是怎样做到又容易换件又不容易脱件呢 这个我也非常思想见识 当然武器就少得可怜 看它也会迟早出了APEC的配件包 HIGH GRADE 强人舒特洛姆 当然也用了是SEED FREEDOM的内扣 和传统强人最大分别就是有超多的武器 效果件都配备足 就这样看上去分析就做足 看到打开胸口的内扣都做了分件分析 整个SEED系列反派机 这一款我就最期待了 以上两款都是4月27日开放 不过看惯例 应该星期五分分钟已经在街铺看到有 然后就到PB了 正式讲模型之前 首先今次出的基本上 在1、2、3月的预告片里面 我全部介绍过 只是时间上出货日期就差一点 所以这期的风都挺准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我日本开模型店的朋友给的资料 另外看回就算现在Yen是低水也好 对比一些早期出过PB的款式 和最高的价钱都差了大概有八折左右 流星号甚至和最高价钱都差了差不多有六折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何会那么抢手 PG布桑卫妖最终缺战版 比起独角兽 其实布桑我就觉得是吸引一点的 最终缺战版本就是绿骨的版本 LED入灯当然是很英俊 但是对摆姿势真的很有影响 始终入了线的可动会明显低很多 如果你是用Bandai本身的官方灯组 那些线也非常容易露出来 其实第三方就是一些烫金的绿色 或者是一些螢光的绿色水贴 建议用那款其实看来是漂亮的很多 MG独角兽3号机不死了 Narrative version 和正常版本对比就DE盾牌多了一条尾 本身上了金色的电盾 我现在部分也做了隐藏水口 体供和这个价钱其实真的很吸引 但是本体就用了OVA版的MG独角兽 加上背包接驳的两个盾牌是用C扣 所以结构的问题就真的挺不少的 MG 高达TR1 海茲2 奥斯拉 喜欢AOZ系列的师兄都应该很期待这一款 始终AOZ的MG版本又不是特别多 而且这个尺寸也容许模型可以做得比较多的细节 包括武器的机关、纤困甲的机械臂 变成MA也算稳定 分件是十分足够的 如果想做自己的上色 其实相对地都挺轻松的 唯独是那对大腿的关节 就不太足够支撑力 之前那款希素卡 其实都见识到发生什么事 而且有一点就是武器太大分 所以怎样都会有少少干涉 MG 从永珍专用Zaku 2 唯一一只Zaku两边的肩头 都有占次MSV系列的产品 分件算挺不错的 但可动的话 对脚的这个脚型真的会差一点 我自己就觉得它比较白色 就偏奶白了一点 如果可以自己噴上一个纯白色 就会比较好多 有些刚入门的师兄可能觉得 纯白色很难噴 其实我之前做过一条影片 现在放了一条链在右上角 看一看可能会有帮助 MG 傑斯塔加龙型 我自己就觉得这件外貌是很好看的 但结构真的差点 机设没问题 而是模型设计本身有点考虑不够 先这样说 它外甲和本体非常吻合 可动也挺不差 细节足够 它胸口就做了一个极位 设计上就给你放Bandai自家的LED灯组进去 但它退出来的部件就连带了很重的背包 变成先天上就比较容易脱了 如果你真的不会有LED灯的话 我建议放少少胶水沾一沾 FM 风铃高达 帕梅达 黑痕龙 3月底在莫章的Expo第一次发售 毫不意外地放上PB 他不敢做我反而有点意外 之前只是看官图都说了 它的结构应该有点不一样 始终零售价和正常版也有不同 现在确认了它是做了金属的注索式 帕梅达 黑痕就改了做蓝色的电道 这个价有FM 我觉得是递玩的 RE-100 林德重高达或者白龙高达 ZETA和龙飞的合体版 那奥基老师的设计当然是帅哥 但由于要遷就变形系统 加上它是没有骨架 可动位就真的有点不太好 特别是下腰位接膜大腿的位置 比側腰夹干涉得多 始终RE-100 龙飞的结构 就说不上是好的 这份模型就用了KPS组关节 其他RE-100有容易脱件的问题 在这份模型上就改善了 而且之前也说了几次 这份模型怎么都要自己加上深线 才可以特展外甲上精细的细节 HIGH GRADE ZETA 高达 UC00800 毫不意外又是秒杀的货式 一直以来都说 HIGH GRADE ZETA首选何时都是这份 始终用EVO版本的模具 但背包做好分件 不用利用帖子去保释 就算出了MG ZETA卡版 都无损到今天被秒杀的地位 HIGH GRADE 强利专用勇士 这一款一出都是秒杀了 但我都预认它会被人抢杀 因为按照计算 它本身MS本体是06年出的武具 只不过改了背包和多支Bazooka 但说回来 HIGH GRADE 本身那一款 和勇士的武具真的出得挺不错 在侧胶甲那里 为了减低干涉而做的结构 它是到一份 HIGH GRADE 伊弗利特 度格尊用机 都出过几个不同版本 这一款就是肩甲那里有尖刺 但没有手里剑的那一款 这一份模型也有很多位置要用贴纸布式 最特别是HIT LENCER 始终那么大把武器 就真的少见一点 中间的关节 好像可以接叠 但实际上是假装有关节 它是不能动的 MS本体的可动算挺不错 所以就算拿起那么大把武器 摆姿势都不会有问题 HIGH GRADE 巴尔基尔 一款类似MOON GUNDAM和SASA的合体 身形就贴近高达那种收场的体格 但那几个浮游炮的造型 我自己就觉得起了一点 虽然是HIGH GRADE 但浮游炮收纳的部件 一样有打开关节 其实细节是足够的 颜色配搭上单一了少少 但仍然挺好看的 要用贴纸的地方不多 但一来贴纸是黄色 二来它也是在正面的地方 所以挺硬硬的 HIGH GRADE G-LINE 标准型装甲 近年PB上面 我觉得其中一款 最值得入手的新商品 一来这款MS之前就没出过 二来它是有很多 近年的组装设计概念在里面 包括那套外挂的装甲系统 和一些可以伸縮的内购关节 当然它是有少量的地方 要用贴纸保释 但它是HIGH GRADE的话 就绝对接受得到 而且集中在外挂的装甲上面 就算新手要用发浪油去做保释 都不难处理 HIGH GRADE 加普兰TR5 黑瑞欧 具备套装 AOZ Reboot版 一有星星臂的配件 基本上任何模型都秒了 它也是值得被期待 但是过大过重配件 换来的就必然是重心不运 所以它是给你一个支撑架 另外件之间的干涉 也可以预计到有不少 所以你说可以拍到很多姿势 这份就应该不行了 模型的关节就用了KPS件 比起旧款的ABS 支撑率一定是提高了 我也很期待见识一下实物 是不是真的支撑得起这么重的部件 HIGH GRADE 二零高达 帕梅特黑痕5 这份就真的没什么特别好说 整只模型都是用原本的武具 只不过单纯帕梅特黑痕的贴纸 颜色就由彩色变成红色 之前日本那边在幕章第一次发售 看来吃相就真的不太好 所以这次是没有秒杀到的 HIGH GRADE 拜亚兰特装2型 这次出的是灰色的版本 身体的比例就有修正过 最明显就是对手由三爪变回5 多数可以变成MA的形态 比例上和动画都近似 而且变成型之后其实挺稳定的 没有激光剑的效果件 但两把枪嘴其实是可以塞到 正常HIGH GRADE的LASER剑的剑身 算是另外一种玩法 对比起以前售价而言 这个价钱真的吸引 所以这次也是全埋了 HIGH GRADE 威达 达佳 L 武器包 对了 SEAT有关的武器配套 那现在出是什么都不意外 虽然它本身只是两个杂鱼机的武器配装 但造型特别有够大份 那LORI 杀肉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HIGH GRADE 死亡骑士 如果只是说细节和关节的结构 我会觉得这份模型是挺高分的 只可惜分件有点不够 所以要用贴纸保释的位置也挺多 留意背包上两块亦可调的角度是够大 但有机会接合位有点松 还有那些搏着浮游炮的包胶线 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官套那么值 现实我们自己玩家玩 应该是近似这张图 所以这部分大家都未必需要有太高的期待 HIGH GRADE 刘星雄 之前也说了一定会出的 但没想到是用这个价格这样放上去 在2012年刚刚上架的时候 这张图是港币650元 今次这个价钱差不多是七五折 就算兑换率跌了很多都好 最低价和最高价差那么远的PB产品 我都很少见的 RG 暴雷型渣鼓 上次预告的时候都说了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一款RG出的 后来我上网再提多一点评价 大部分玩家都说 地雷拉出装置的位置 其实真的很容易断 用错一点力就会白发 始终部件本身是有的 而且拉出来的受力的角度 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买回去玩的师兄 尤其是背包拉出地雷的部件 玩起来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RG 命运墨充高达 外形上就真的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是一贯Seed的死症 就是背包过重容易做到前后失衡 但是这样整大了背包又真的好看 无论是命运还是墨充都好 算比较后期的RG 又真的没有太多结构上的问题 就算只是数据都应该会好看 但是最好也是建议上卖的支架 限定有一款AMG的零格斯马反版 基本上马反的所有机体都出得不差 但是正常版的AMG零格斯就只可以算合格 当然最大的原因是这份模型 是很早期出的关系 这款马反版是之前PB的独角兽版的变色版本 但是它也改善了不少 特别是4G的关节改了结构 整个可动是提升了很多 暂时它就只有SizeF可以买 如果有的兴趣可以走开SizeF 也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就是预告 这个月真的有多少资讯 白色木马Capsule Deck 接下来4月份会开订 木马Capsule Deck 这个版本就是跟动画的颜色 除了有3个起动台之外 它还有不同的砌法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发射台 这样砌一条轨道出来都可以 即是换句话说 又是一个极度考验大家空间的产品 派货就说9月份的事 看看有没有师兄想挑战一下 MGSD自由高达彩头版 不知道有多少想玩这款的师兄未入手 它出彩头版也是上规操作 会在5月份开始在Gundam Base发售 模型的本体当然是正 正如我之前说过 现在出的彩头版真的比之前有了更多的设计 不会再是全身上下都是透明件 我之前设过全透明的独角素就是这样 当然我之后自己做了螢光沈线和上色处理 就至少看到个线条 有兴趣的话它之后都应该会放PB HIGH GRADE 亨拉格 魔女审判者 第二岁就将会在7月左右发货 水星魔女前转出现的杂鱼机 虽然说是前转 但是模型设计和做货 都是完成了整个水星动画系列才完成的 模具的结构上是水星后期的货 所以也算是稳定的 但想不到还会有第三岁货 所以有个兴趣真的要看着 HIGH GRADE 魔女高达 量产事作役 也是水星前转登场的机体 将来会有第二岁出货 因为第一岁都未派货 唯有跟图讲 背包的跟必收纳有些类似沙札比那份 算是整个水星系列里有最大份背包的MS 在观图上看背包可动很高 可以转的角度很大 但是这么大份内面又可以放在跟必 加上对脚也应该用C球做关节 就有点担心它真的支撑力的问题 HIGH GRADE 惊异天狼王型巴巴托斯 之前在东京看的时候 就见识了我那份 买模型送CD的特别金属注锁式版本 早几天我见到HIGH GRADE 亦开箱了这款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边看看 接下来7月份就会出一款正常版本 认真说造型就比较猎奇 我会这么说 关节本身也是重用HIGH GRADE 的铁铁版本 你说它会做得超好 就未免太奢望 只不过这么特别的造型 就算你用来实用 可能也会是另类的选择 但是当然一开始就说 只是买CD才有这款 现在出了正常版本 别人买了CD的一定会生气得发疯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HIGH GRADE 指挥官用量子型OO 沙漠型 刚才说的那款吃上难题 这款就是另类的吃上难题 基本上就是Battler那边的指挥官 改了做沙漠型的配色 但是无论本体的绿色还是 是沙漠型的配色 也有种很强烈的军事风格 加上脚底比原本的OO 掀着地面的范围多了一点 比起原版本就真的站得稳定 HIGH GRADE 双子座一号机 特激推进器 加高机动型配件包 这一份模型就没有包MS 就只有两套外挂装夸和背包 两套可以独立安装上MS 也可以同时安装上 跟WING正转比起来 GUnit好像点了去第二个科技树 MS的造型就比较粗 以及机械感就强很多 这份套件也挺完美的表现出来 细致和分件算得挺不错 但要用贴纸保释的位置也有 和MS的紧密度做得好 但肩甲的推进WALLEN 是有少少容易脱 这个要留意一下 HIGH GRADE 得安装用插鼓 没错又是这款怪形怪状的插鼓 多了很多非对称的外露底层机械结构 或者直接这样说 战船 武具上它就比较多用GTO渣鼓那边的部件 而不是HIGHWAY UC最新的那款 所以可动就未去到极致地高 但绝对已经在合格线以上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它只给了两把斧头 真可憐 另外如果想做舊化的话 建议最好先上完水贴 再喷层燒光才开始做 这样连水贴上的图案 就可以一体化了舊化的处理 而且就算做坏了也好 如果你有层燒光保护就不怕会弄掉水贴 HIGHGRADE 红色三巨星小队套装 我其实稳知你找了很久才能确认到 它是一只高达加两只吉母 因为常常拍成粉图的 都是只拍一只吉母和一只高达的 MS本体基本上就是 绿战型高达和绿战型吉母 改了用红白色为主 然后加了大量小件的武器 说实的武器是挺精彩的 但如果你只是对武器有兴趣的话 BANDAI曾经推出的武器包 就只包含了这些配件 至于MS本体 Loggo和绿战型吉母 是用了HIGHGRADE UC打喉的版本做基础 所以可动、结构等 全部绝对没问题 这个价格 买三个东西回去 Fair price HIGHGRADE 本尼洛普 彩头版 正常商品的彩头版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可以说 唯独是它那个白色 就是奶白色的半透明 即是说它是有螢光效果 而且这个奶白色会大大减低 即是它本身细节的可见程度 如果真的掃了的话 最好下个滑线 勾一些细节 那就会好看很多 接下来 Netflix 就有一套3D高达作品 《复售的震魂曲》 当然有新作品 就会有新模型 暂时的相关模型 就公布了以下两款 分别是高达EX和渣古2 因为暂时官图都只有那几张 就一次我说 用3D引擎开发的动画 它的特点就是 细节是真的有很多 和传统高达 就真的有个很明显的差异 暂时听到师兄对他的评价都挺两极 但是这么多细节 和这么军事风的造型 相信喜欢做旧化 或者战选的师兄 都会对他磨拳擦掌 暂时没有定价 预计秋季才发售 再有相关的资料 我再跟大家说 WING系列的G-Unit 除了刚才说的 双智星1号机的背包套装之外 97年旧版的HIGHGRADE 也会在6月份再推出以下的三个 HIGHGRADE 双智座高达1号机 这份模型已经包含MS本体 和突击推进器的背包 但刚才说的PB那款 就包含高机动影 即是有大大的窩囊 在肩膀那份是没有的 97年的出品 说真的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接驳的关节位 用了PC115 是有点松的 贴纸保释就什么都要 对比PB那份 当然是圆摆 但是这个价钱用来杀肉用 我觉得还还可以 HIGHGRADE 音速高达LO 它就没有直接用全部双智座的部件 要的武器和关节也有足够 变MA的状态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由于用的是PC115的关节 加上肩甲上面太多东西 真的不太好得住 会容易下垂 另外贴纸保释的地方也算挺明显 以97年的技术去看 它真的挺高质 但是之后PB也出过一款 那喜欢这款MSKOR 我想大部分都是PB那款 HIGHGRADE 幻象高达 这款MS来说 1比144 HIGHGRADE的模型 它已经是最后一个版本 同年代的产品 所以关节的紧实度 是有点不够的 虽然它已经很努力地做完 应该有的关节了 但因为有些件真的太大了 干涉是明显的 而且本身可动也不算太好 至于要保释的位置 其实也挺硬硬的 特别是背包很多很大大份的膠件 就比较容易有水波纹 整体而言 这款模型真的不太适合素组 可能大家都不太意外 其实C3LM未来还有新的商品 HIGHGRADE 缺斗闪电高达 和原本的缺斗高达 有部分相似 但就不全部一样 没有具的话 看它应该是全新开过的 有近期我认为做得挺好的外挂装甲 肩头突出的两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做到一个武器的修纳 就这样看官图分析分件应该做得足 7月份就会派货 HIGHGRADE 电光暴风高达 和本身设计最不一样 就是那两个大炮不能合体 但就多了一个背包的关节 即是它可以当肩头炮又可以 握上手用又可以 炮本身也多了一个可动的关节 就这样看下去 只是需要有些贴子 補在金属绿色的位置 这份模型就会9月派货 即是意味着Seat Freedom和Seat相关系列的模型 至少都会出到9月 SDCS突击自由高达 又是一只摆明会这样出的机体 所有武器配备齐全 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额头 是可以打开的 其实看回比例 这颗红色的东西 分分钟还大见过HIGHGRADE那颗 就算要用换件的方式去打开 这个动作也应该没那么容易不见 RG突击自由高达 太金属色 都没什么好说的 太金属的補充版本 不论MS本身还是太金属補充 我自己就没太大的好感 但如果喜欢这个效果的师兄 就要留意了 未来7月左右应该会派货 同时间RG Seat系列 亦都有两份不同RG专用的效果件 包括就是命运高达专用的效果件 有一对偏光效果的光液 和一个透明的支架 另外还有就是突击自由高达的效果件 这份除了光液和支架之外 还有给龙骑冰浮游炮专用的支撑架 我只能够建议如果你要用这个支架去摆货 给点耐性 是花时间的 到最后 RG的预告就是远早高达2.0的资料 当然出了资料之后 正面和负面的评价都很多 不再用一开始的一体成型骨架 用了近似PGU的结构概念 首先看到骨架的细节 是真的做得好了 而且也相信箭和箭之间的感受度 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因为当年第一只真的极度容易脱件 甚至核战机也有了可动的结构 确保MSU新的可动 我虽然觉得没太大惊喜 但作为天地初开的第一只高达 它真的要出2.0了 现在看第一只RG的矿盾 真的搞不定 而且出来的价格是$3,500 我个人觉得挺值得期待的 以上的资料就是有时间秒出的模型 接下来还有一些 Planning Stage的新商品资料 HIGH GRADE 玻璃洛克10万 泰坦斯的MS 其实就比较少些 这样出模型 当然啦 因为它们的形状也比较怪 也比较难兼用 所以出这款其实也挺难得的 因为到现在都只有一张图 所以再有资料再说 HIGH GRADE 高渣鼓改AOZ Reboot版 这款可以多说一点 因为之前不是出了一只Hobby版的高渣鼓 大部分的件都可以兼用 在这里就改变成色 就这样看上去 側腰夹有少少改动 另外肩膀都给它尖刺 之前一直都说 这只高渣鼓可以当它是新生版 因为关节可动细节 全部都提升了 喜欢高渣鼓的师兄 这只真的要留意 HIGH GRADE 精神感应高达 Mark II 我自己就很期待这只重高达 Mark II 因为它的造型是斜很多 亦都很帅很多 可惜的是一直以来说 跟扒是只有86年出过一只 1比300的版本 等了这么多年了 它冲已出 加上这几年BANDAI 在大型MS模具上 表现真的进步了 是的 我说新出那只SEED的破坏高达 出到来的成品 我相信应该真的会很棒 HIGH GRADE 巴恩来普斯高达 真的预想不到它还会出GUnit的新机体 高达巴里奥 可以算是高达班雷欧斯的后介机 一样令转面可以做一个变身 今次变身后 就像高战械一样 可以新类找出来的 我打稿的时候 就只有这张图那么大 但就这样看上去 细节位都算细致 估计都应该在PB那里出 如果再有其他更新的资料 再跟大家说 今年是Gundam的45周年 日本有一个巡回展 会展出一只1比12的原造高达 Earth Color Version 也会展出各款的新商品 以及公布一些未来的新动态 如果有兴趣 我有一条链放在视频里 就是巡回的地点和时间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既然是45周年 怎会没有一些相关的商品呢 一翻相那边 就为了45周年 做了以下一批新的模型 大家看看就有没有兴趣 其中FM的凤灵高达 有两个版本 也是半彩头版 但是彩头的部件 就刚刚好调转 另外B相的半彩头版 RG神高达 也是非常吸引 至少对我而言 照我所知 其实现在已经有些 online抽一番相 然后就有个集运 可以寄一些东西回来香港 这个就不是二配 不过我知道有一件事 基本上你上网搜索 香港抽一番相 相关资料 就可以自己再去看教学 同时今年也是 武斗转的30周年 已经公开了一张 由平成三部曲主角组成的 特别插画在这里 武斗转那边 相信未来会有些新的商品 因为已经公布了一个 用神高达做基础的30周年logo 也有新角色的开发草图 有得新角色 是不是真的有新动画呢 可能整套新的OVA出来都说不定 这个我自己都会超级留意 好了 来到影片尾声 我们讲抽奖了 正如开场的时候说过 我今次就抽BB战士 就有以下这四款 一套三款的SD Gundam BB战士套装 包括有武者还泰姆 騎士高达和指挥官高达 编号100千生大将军 编号115 玩泰姆白龙大帝 编号157 雷龙幻泰姆 抽奖的方法就一月以往 在这条影片之下留言 今次就留抽BB战士 跟之前一样 小小的抽奖条件 就是要成为肥宅频道的订阅者 按了订阅 留下留言 就有机会抽中 还有拜托 留言真的不要写简单字 我用那个抽奖网 是分不了这件事的 这条影片我目标13或14号手播 设置的时间就是26号晚上的11点59分 我之后就会开个live去做这个抽奖 最后也说一句 如果喜欢听我说这些高达模型的情报 要加一点个人意见 又或者喜欢看下 砌高达模型的有关技巧和工具分享 记得CLS这个频道 再想支持一下肥宅 每个月请我喝杯 成为会员都是15元起 我是肥宅模型 祝大家好运 下一条影片再见 Peace